环球网综合报道 西龙智朗,蔡英文过境美国洛杉矶图片来源,台湾中央社,蔡英文8月12月启程,开始访问美洲友邦巴拉圭、伯利兹,13月过境美国洛杉矶,而邱毅也于13日当前在大陆网络上发文折,蔡英文在出访之前又有惊人之举,邱毅说,蔡英文在屏东县车城乡的温泉公园,内放智辣战期间, 林氏健在战斗机的模型,并言明示当年台湾年轻人参加沈丰特工队的战机,并且蔡英文还在被门上平掉大西龙智郎的武士道精神,邱毅还说,蔡英文及台独集团歌颂纪念沈丰特工队,大西龙智郎,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凡法西斯的美国人都应该强烈抗议,要求蔡公开道歉,认错, 并且拆除屏东温泉公园内乡官城社,邱毅发文趁蔡英文歌颂纪念沈丰特工队,和大西龙智郎为博截图。 大西龙智郎,曾在武汉会站,时已烧将航空兵司令身份策划重庆大轰炸,逼迫蔣介石屈服。 邱毅说,此举行成对重庆,承得人民的大屠杀,双手染满中国人鲜血。 随后,他1941年又升任中将威尔战架级战贩东,调营机策划偷袭珍驻港,调起太平洋战争。 而在美制1944年10月菲律宾莱特湾战役期间,大西提出比例积换一箭,用自杀式攻击打垮美军航母及十阳线,即所谓赛峰特工队。 大西龙治郎西二战期间,日本海军中将图片来源,忠实电子报邱毅说,其后不到一年时间日军悲心员死伤殆尽,日本随即便逼迫台湾年轻人参加,多少年轻人成了人肉炸弹,多少家庭破碎其离子散。 日本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后,大西于17日坚负自杀,结束其罪恶一生。 邱毅认为大西如果不死一定是假疾战犯,得上东京大审霸评,而真的烧手染满中国人和美国人鲜血的大西,蔡英文不能回避其罪行,必须表态。 网友在邱毅签文下评论,微博截图蔡英文集贯归屏东方山,即上一次公开访屏东,15月26日出席屏东现同乡会,邱毅此番言论,在大陆发布后,引起网友议论,大量网友在他的天文下抨击蔡英文,也有网友疑惑,台湾这是怎么了? 好了,还有人认为小英一直在挑战大陆底线,ZN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